疫情期间民众减少外出在家网购 但小心成为嫌犯下手目标 刑事局侦破一起骇客攻击电商网站盗刷案件 一名24岁许姓嫌犯连续装酷攻击方式 登入到电商公司网站 一旦成功后就会篡改会员电子信箱 并破解会员信用卡验证码 得手盗刷5名会员信用卡购买游戏点数 不法获利23万元 征求大队侦破网路骇客案 居住于新竹市的24岁许姓男子 在今年初利用大量收购来的会员账号 连续与撞顾攻击方式 测试登入某电商的网站 后盗刷篡改会员的电子信箱 并破解信用卡的验证码 成功盗刷了5名会员的信用卡购买游戏点数 不法获利约新台币23万元 按进这个电商报案并主动提供相关资料 本局于日前真知骇客的身份及上网的处所后 执行搜索 当场查扣了犯罪用的电脑设备及入侵的电池记录 讯后依刑法的妨碍电脑使用罪 未照文书及诈欺罪嫌 已请新竹地检署侦办 刑事局呼吁国内电商因重视并加强公司资安防护 避免遭到不肖人士攻击 造成财产或个子损失 记者综合报道